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弹索宇宙的科幻阵剑 我是爱你们的迷迷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经典科幻片 星球大战2 帝国的死刑战斗基地被毁 反抗军也因秘密基地曝光四处逃窜 一群自由斗士在卢克天行者的领导下 建立了新的秘密基地 地点在冰冷遥远的霍斯行 为追捕卢克天行者 邪恶的黑武士达斯维达派出无数招牙 变巡银河每个角落 卢克正在霍斯星球上侦查 是否有敌剑入侵 却不慎被雪怪打云拖走 天快黑了也没有回到基地 索罗担心他的安危 骑着冬冬兽去找他 另一边被拖入洞穴吊起来的卢克清醒后 使用原力拿到了光剑 摆脱了束缚 砍断了雪怪的手逃出了魔爪 但在冰天雪地里他无法前行 昏尘之际他看到了欧比旺的绝地英灵 指引他去达克巴行系 找尤达大师学习原力 他曾是欧比旺的师傅 刚刚落索罗就发现了晕倒在雪地的卢克 将他放进冬冬兽的尸体取暖 两人就这样熬过了一晚 回到基地后 他用激将法想让丽亚公主对自己表达爱意 没想到丽亚公主根本不吃那一套 反而亲上了卢克 嗯 骨科 与此同时帝国也发现了他们的踪影 反抗军必须撤离 索罗带着丽亚公主逃到了小行星群 卢克则和儿兔及其人 来到了达克巴行系 跟着尤达大师学习原力 在学习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一座云中之城 朋友们都在那里受苦 尤达大师说 他看到的是未来 果然索罗带着丽亚公主来到了云中之城 投靠自己的老友 然而那里早已被帝国控制 卢克不顾尤达和欧比旺的阻止 执意要去救他们 尤达对此非常失望 欧比旺说 卢克是唯一的希望 尤达否定道 索罗和丽亚落入了维达手中 当作隐天行者卢克上钩的耳 为了将卢克完整地交给皇帝 维达准备将他冷冻 并且让索罗当冷冻的实验品 丽亚终于在这个生死关头 对索罗表达了爱意 索罗冷冻后被帝国带走 维达将卢克引到冷冻室后 两人掏出光剑对决 但卢克必然不是他的对手 在这场战斗中 他被砍断了右手 维达不停地说服卢克加入自己 成为西斯武士 卢克知道他杀了自己的父亲 不可能与他同流合污 卢克崩溃了 他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毅然决然地跳下了展台 独臂的他选在半空中 很快就体力不支了 他只能不停地呼唤丽亚的名字 丽亚仿佛听到了卢克的召唤 开着飞船前去接他 进行光速跳跃之后 他们逃开了帝国的追杀 卢克拥有了自己的新手臂 索罗的老友则决定只身去救他 两人约定在塔图因的会合点相见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回顾经典哦 科幻之间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